讀書呢 是個人的事 我們要參選 也不是候選人 有些人是不必浪費資源在我身上 如果有要借這樣的事情來打擊台灣民眾黨 影響選期 則大可不必 如果真的我們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願意辭掉立法委員 我昨天收到這樣子的一個E-mail 電子郵件 看完這封信之後 其實我很想要知道自己的論文究竟是哪裡違反的學術倫理 也想要知道學校的一個判斷依據究竟是什麼 但是身為當事人 我還必須從新聞報導上才能夠得知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荒謬 那辦公室的助理也去學校 可能拿到新聞稿 結果也是從新聞上面去得知 這樣的一個公佈方式 怎麼會是媒體掌握的資訊 比我這個當事人還要來的完整 短短一根電子郵件314個字 並沒有說明我是如何具體違反學術倫理 但是我想要提出這樣的一個救濟生復 我都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生復起 我個人撰寫論文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洗學歷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個護理師 進到台北市政府之後 因為工作上面的需要 我很想要去了解這些政治人物在社群媒體上面發布的文章 他們的選題方向還有文章的討論度跟擴散度 還有最後是不是跟選舉有關係 所以我大概是蒐集了一整年 2017年到2017年的年底到2018年的12月24號 一整年的這樣子的一個 台北市議員的在臉書社群上面的一個發言 那如果真的有錄影上面的疏落 我想我必須要坦然的面對 如果只是在出處上面的引用的一個疏落 微緩的學術倫理這樣的審查結果 我固然不服但是我必須要來承擔 同時我也會捍衛自己的權益 也請學校公開相關的審查資料 那依法提出救濟的勝負 那今天也要非常感謝 再次非常感謝德民科大的一個栽培 其實我在那裡練了兩年半 那我也同時要請好心的網友們 不要拿其他的大學來比較 學術討論應該要讓他回歸理性 但是我還是要去捍衛我自己曾經的努力 最後我想說的是 讀書是個人的事 我沒有參選也不是候選人 有些人是不必浪費支援在我身上 各位朋友的關心我非常感謝 但是如果有要借這樣的事情 來打擊台灣民眾黨影響選期 則大可不必 我沒有參選 我的論文問題跟其他候選人 政黨都沒有觀念 最後我還是要謝謝 願意對我論文有任何提出指教批判的人 我更希望讓學術不要被台灣的政治干預 讓台灣的學生有更好的秋學環境 因為這個論文呢 說真的 是我很認真的整理資料寫下來的 所以我對我自己的論文呢 說實在話 我是本來是非常 應該是說我非常的有信心 那我昨天收到這樣子的一個電子郵件 我是非常的錯愕 那我也想要知道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這個是大概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執政黨想要除去柯文哲的羽翼 當然他會覺得有些必要的 潛在的一個歸寫 是不是就現在要把它拔除 我覺得選舉應該還是要回歸到一個 比較健康的玄學於能的上面 選舉應該是要能夠去告訴選民 你的政見 你的想法跟程式的願景 而不是在這裡打泥巴戰 是否要持不分區的立委 我想這件事情非常多的人在關心 也非常多人在問 那大家其實關心的是政治人物的一個誠信 那客觀主觀上面 這個論文就是我自己做的研究 沒有問題 這個圖表 所有的圖表都是我做的 那檢舉人也沒有根據這樣子的 我的結論去檢舉 但他檢舉的卻是我描述了文字 那這些文字呢 我都開中民意每一段都講 這個議題是 議題包括什麼 就是在議員的社群臉書上面的一些議題 他卻對這些文字 覺得我沒有去著名處處 但是因為我 在研究了開中民意就是說 這些是包含了議員的臉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論文我自己做的研究 自己做的圖表 沒有問題 但是目前沒有收到這個 學術倫理委員會 比較正式的完整報告 實在沒有辦法知道哪個地方 有具體的問題 如果說我的論文有瑕疵 不能夠被接受 那我也不會迴避 願意護起政治責任 我想我不會去見面立委這個職位 那因為大家對立法委員的一個關心 就是政治人物的誠信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知道我沒有抄襲的意圖 但是呢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問題 等我收到這個判決書的全文 如果真的我們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願意辭掉立法委員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